這邊是進入我的書櫃的部分 然後呢,譬如說這上面第一個是我之前已經看的書 那從這個功能的時候呢,我可以收聽說 我要找書的,譬如說從我的書名或者是我作者排序 或者是我的出版日期來做找尋書的部分 然後呢,按back鍵回來 譬如說我現在看留公案這本書,我就按進去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書 那我現在,就是我可以把它縮小 譬如說這個字太大了,那我就把它縮小 然後按旁邊的鍵我們可以做換頁的功能 或者是我用手持呢,用滑的就可以換頁 那,option的時候呢 那,這個地方有點功能bwork 它支援照片那一類的 它支援照片就是在這個功能的時候 嗯,這個是按圖檔 所以,這一次我們沒有預載圖喔 但是這個可以看到我們之前 譬如說這裡面有放的相片 因為這個相片我們是剛好放我們那個 購書的那個方式的圖檔 好,一樣我們可以按下一鍵就可以看到 嗯,下一個page 好,那下一次demo是我們購書的清潔 這是畫面的部分 然後按到回來部分就回到我的書 然後這個鍵目前沒有好 是那個我們可以直接購書 然後按下來的時候 這邊還可以做setting的部分 譬如說我這個UI的語言是中文還是英文 還有日期設定 然後裝載的狀態 還有wifi設定 還有螢幕保護的設定 還有螢幕保護的設定 回到back鍵 所以,嗯,我可以選我順意的選書的 看書的模式 滑頁 就滑到下一頁可以看書這樣 這樣可以了嗎?